Hello 大家好 我是斯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集的节目是超长超有料的 因为井仔我只是打稿 都已经打了成四千字出来 今天就会去跟大家讲一下 公立医院又再次出现病人 在急症室等到死的悲剧出现 这宗新闻在井仔我看完新闻之后 我可以很负责任和各位说 这绝对是人为上的悲剧 当大家听完我这样就会明白 甚至乎这宗新闻里有很多疑点 甚至乎就是医馆局撒谎 被亲友踢爆了 各位现在这一刻身体相当健康 觉得医院离自己很远 但有时候这些新闻 不能说你现在这一刻身体健康 就敬而远之 因为作为一个人 有时候小不免需要知多些东西 或将来可能会救回自己 或者你有相关的知识 可以帮助到自己的亲朋戚友都不顶 在节目开始之前 想介绍一条撑警人士的访问影片 去介绍给大家看 连结我会放在留言栏下面 再置顶 这条片就大概20分钟长 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 有兴趣就进去收音机听一下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这个访问 挺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 今集的节目就是 一路讲单新闻 一路跟大家分析 不是说一轮嘴读完新闻 再慢慢分析 有一个刚刚身为人妇的50多岁港男 他在今年8月时 因为急性干衰竭 入住了广州医院 之后就决定坐救护车回香港接受治疗 去到屯門医院时 他就被列为第三类的紧急个案 于是在急诊室等了几个小时后 被亲友发现了他身体冰冷僵硬 证实了已经走了 于是家人就提出了几个控诉 本身就是一个55岁姓王的男士 他由糖尿病和高血压 而且定期需要去公立医院复诊 他的职业是一个中港车司机 他的太太就是住在惠州 在今年6月4日的时候 他就回内地陪伴怀孕的太太 然后去到8月初的时候 他就发觉肚痛 去了惠州医院做检查 当时就怀疑是二线炎 我看过报道应该是即日入院 然后拿了止痛药、抗生素 然后就直接出院了 但应该是觉得不行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也发觉有不妥 就去了广州医院求医 当时初步被确诊是急性肝衰竭 可能会出现肝昏迷、心跳躁停 这些病情很严重的事 但王先生依然希望回香港接受治疗 所以在8月17日 完成了病毒阴性检测 直接经由救护车送到深圳湾口岸 然后再由香港医护医 直接送到屯门医院的急症室 首先在这里要说一个 好现实的话题 即是钱 因为有很多黑心的王人 就着这件事去攻击 就说你这么爱中国 你留在中国医吗 来香港把鬼吗 你老婆也是中国人 这些王人说的说话 就很黑心的 至于有没有道理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不过 究竟为什么 在广州发现了 说有这么大的问题 都要坚持下来香港 其实就是钱的问题 因为你身为一个香港人 你去中国的医院接受医疗的话 正常你是没有买什么社保 一些当地居民 当地市民会买的 一些保险 或者去交一些税项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去光顾医院 就一定会被人收据存费 老实说 一个普通的中港司机 是绝对没可能 顶得到那些医疗费用的 广州和香港 距离的车程 都是说几个小时而已 所以你说他 为了省钱 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 可以随时拿到 五十几六十万 又或者三十几二十万 出来去医病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一刻自己 还有一点力气 应该捱到两三个小时 下去香港 因为你一旦落到香港 你作为香港居民 在公立医院 你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是说几百多元一天 你就算做手术 也好 因为有补贴 最多就是几百元一个手术 你到时再去买单 找数的话 其实数据大极 都有个谱 所以说来说去 真的是钱的问题 所以为何港州特意要捱到香港呢 这一点就真的没得好拗 我们继续说 当日他一点多的时候 已经去到屯门医院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 他当时神智清醒 对答正常 被护士分流到第三级的紧急个案 安排去到急诊室的9A病房 只不过其他家人亲友 就不可以进入病房 只可以在外面守候 因为病人在国内下来 其实就要等他做新冠病毒的检测 一点钟下来 两点钟的时候 黄先生就去做一些检测 有心电图 血糖 血色素 X光检测 由一点钟开始 两个小时 大概三点多钟的时候 被医护人员推回病房 由三点多钟开始 已经没有职员 再去亲身照顾黄先生 据医管局所说 只用一个iPad 透过镜头 看看他的情况是怎样 至于家人们 都没办法在他旁边守候 只能在病房门口等待 说到这里 其实都已经有事可以去讨论 因为黄先生 由上面送到屯门医院那一刻 证明了 对答清醒 对答如流 正常 看上去就没有什么紧急的问题 因为如果黄先生送到屯门医院那一刻 已经很不够 这就不会是属于香港屯门医院的问题 但大家要留意 他一时送到屯门医院时 然后被你玩到三时 其实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相反 由三点多之后 去到后面的时间 他人是在屯门医院的 那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 当然属于屯门医院的责任范畴 还有大家未必做过医护界 所以大家未必会议 大家要留意 做检查和见医生是两回事 即是说他从1点多到3点多做的 X光 厌血糖 厌血压 血含氧量 其实就是一些护士 甚至乎是一些比起护士更低的 其他同事去做的事 完全不是说医生已经给了一些 对于他的治疗方案出来 所以对于这个病人来说 其实他从来没有在1点到3点 即是那几个小时里 他的健康是得到任何的改善 而他只不过是维持原状感解 接着就去到当晚的7点50分 家人偷偷地进去病房 放日常用品给他的时候 然后发现王先生身体很冷 拍极也没反应 然后摸一下他的颈动物 发觉不动 心之不妙 于是通知医抢救 最后病人在8时18分时就离开了 其实说到这里 都已经有很多事可以说了 因为病人偷进去病房 如果你不是发现了这么大件事 其实渣政来做是绝对可以报警捉了他的亲友 即是说他们违反了一些防疫条例 即是有机会故意惹到周围 除了可以捉他们去警署之外 之后再上庭 甚至乎还可以逼他们自费要进去检疫中心 等于间接监禁14天 不过就是因为他们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 所以就概过了家属他们现在做了一些不对的事 我不是故意去怪责家属 不过在道理上来说 他们的确是做错了一些事 另外大家都要去留意一下 虽然报道是8时18分离开 但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真正的离开时间 大家可以再想清楚一点 因为整个流程就是说家人 进去发现不妥了 然后叫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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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群人进去救 然后又拆心口 又IV下药 下强心药 腎上腺素等等 然后做完一大轮 做到8点18分的时候 就发现没有气息 救不回了 于是就由医生正式宣布 是8时18分 就是他正式离开的时间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 他真的8时18分才断气 然后他之前就还有心跳 因为按照时间去做推测 其实可能有机会 已经是在7点半 甚至乎7点半之前就已经走 只不过是在7点踏10时才被人发现 然后去做急救 做到8点18分才发现不行 所以才说他是8时18分走了 这里就特别提起 希望各位不要混淆 就是觉得急救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在 只不过急救不成功 实际上就不是这样 因为事实就是 你去参与急救的时候 其实当时他是生还是死 我们不是当时人 我们不可以做一个判断 即是他记身或死 在我们眼中 然后有些亲友发现了 所以也指责屯门医院 根本就是完全忘记了这个病人 做完检查之后 把他安置在急诊室 随便一个角落就算了 所以就觉得他这个亲人的离开 完全就是一个事故失误 就是出于一个医院的遗忘 因为家属就指出 你3点多做完检查 之后去到7点踏10 即是差不多8点 接近4个小时都没有医护亲身为病人做过检查 所以就不知道病情恶化 觉得完全不可以接受 但医管局回信说 其实在5点半时 有透过视像系统监察到病人 曾经转换过随脂 在6点踏10时 又说透过屏幕 看到病人有呼吸 但医院也强调了 当时病人是没有拼着任何的维生指数 最简单 连一部BP机都没有 甚至乎连SPO2都没有 BP机就是量血压 SPO2就是我们俗称的夹手指 看看他当时的血含量是多少 其实这两样东西 就不是什么精密科技来的 是很便宜的东西 但都猜不到在这些说明 已经有个馅 在上面下来 有干衰竭的人 都可以不需要拼着 而且家人就好像踢爆了 HA 医管局屯门医院 说大话 因为家人事先都信不过公立医院 所以在外面等的时候 已经拍了自己亲戚的几张照片 分别在4点踏9和7点踏8时 都分别拍了两张照片 发现原来两张照片 他们的瑞姿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乎右手拿着尿壶这一样东西 都是一样的 另外就是拍到 即是他闻着氧气的管 原来是由4.9时 已经脱掉了 反问HA 如果你们真的有留意病人 为什么他闻氧气的喉口脱掉了也不知道 闻氧气的喉口脱掉了也不去帮他 而且报章中所写的 原来病人已经要闻4L的氧气 在这里做一些私人意见的分享 如果你说闻氧气 即是闻1L 2L的喉口脱掉了喉口 而且不脱掉的话 我个人觉得 我现在没有牌的 当是市井流氓跟大家说一下 1L 2L 我觉得脱掉了是没什么差别的 在我眼中 我不会觉得有什么危险性的 但是如果下定要闻3-4L的氧气 其实就代表了 那个患者真的要闻氧气 如果他真的闻不到的话 他随时有机会是不能呼吸的 甚至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病人觉得自己能呼吸的气 但是实际上因为他没有闻氧气的关系 他觉得自己能呼吸 但他身体是获取不了足够的氧气 之后就会让他因为身体不够氧气 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后果 这一样东西都不出奇 所以明明要闻4L氧气 成4个小时 即是由4点多开始脱掉的话 其实你没得拗 他真的闻少了很多氧气 那会不会是因为氧气不足而引发了这一件事 不出奇的 特别是4L氧气 都已经是一定程度一定份量的氧气 当然4L又不算太多 因为去到一些真的呼吸有问题 又或者是真的快走的 通常随时都是闻十多L都不出奇 这里就是说个数字给大家做个对比 医管局就说自己对着屏幕观察到 不过这些口讲口陪 医管局就一张照片都贴不到出来 但别人家属就真的拿到所有照片出来的 不过作为我的经验 不论是私家医院也好 公立医院也好 就算你有证据 你把所有照片都拿出来 你把所有文件都拿出来 那又怎样呢 别人大可以假扮看不到 这件事就叫不了了之 都是没问题的 第二就是关于心电图的问题 因为一早 广州医院那份医疗报告 说了会有心肌病变 随时有机会心脏骤停 正常的病人 如果别人上手医疗报告都写了 你有什么理由 你不去贴着ETG 去监察他的心跳 因为就算你有心跳 都不代表频率一定是正常的 你要去看心电图去判断 会不会 某个波长少了 就证明他可能右心房有些问题 或者左心房有些问题 这些都不奇怪 其实别人上一手医院都说得明白了 但不要说心电图 不要说看图表 最简单 夹手指 不许SPO2都可以没有 大家可以想想责任 究竟应该是属于谁 是不是真的黄先生硬要回香港 所以弄出了事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 经常我学的时候都说明 如果知道别人心机有问题 就算你看到他这一刻对答鱼流也好 但那些人一定要放在高度关注的位置里面 但很明显 就这样看那单新闻里面 相信应该有人误判了 甚至乎没有看过 比则科省疫情报道 撤服铃 işaret而私下务各做点 当然可以保证 但如此是意证 每代人都会有这些自大错觉 觉得神智很清晰 对答如留 但也不会无法 譬如无法拥证 遵用你上一份排喜欢看 有机会就用先戴个头盔 那便会会成细结起悲剧的发生 第三件事是宜悟治疗 医管局说 那天由下午2点到8点 整间医院的全部医生都要为 刚刚突然有很多病危的病人进行急救 令其他非急救病人的服务延迟 大家听听这件事是否合理 那天找回新闻 香港出现了38车连环大伤 在屯门那边 用这个借口都可以接受 但新闻没有写 你就知道当天是否出现了很严重的事故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家属第一时间和大家说 医管局又说大话 发现下午5点的时候 急症室已经有行动治愈的病人 能够获取医生接见 已经大大盖了医管局一巴掌了 老实说 千万不要期望医管局会有什么承认责任的行为 基本上是一定没有的 各位观众千万不要觉得这么天真 如果家属没有这么细心 如果家属没有拍照 甚至连这宗新闻会报出来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依依相卫 特别是在香港这个环境 他们作为真是专业人士 他们大可以说一句 你们这些平民牌都没有 你们懂什么呀 他们有牌的 他们写的东西就是权威 他们写的东西就是真理 你没有牌 你没有知识 就算你有照片 都可以说你不懂看 你不应该下一个错误的判断 总之医护就是没事 不关他们的事 他们没错的 这些就不是井仔我老屈的原创对白 其实我本人很负责地说 我在港安医院都经历过这些对待 各位不信的 可以看看我平时贴在资讯栏 那段关于我的新闻 虽然我当时不是医疗事故方面的投诉 但是天下乌鸦一样黑 你试试如果家属进去投诉 他们没有手机 没有录音 别人又知道你没有录音的话 他们一定会用回差不多的态度去灑走你 如果病人家属不坚持去投诉的话 这个世界绝对是没有人会自动帮你去主动处理 甚至乎你去向医管局追讨 别人所谓的处理就是说 会切无数那么多道的难关 会弄无数那么多的藉口去射波 去灑走你们 大家留意一下现在的所谓的医疗新闻 很少见到公立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 甚至其他人需要去为医疗事故负责任 通常一旦出了什么事 通常就会将责任去射给一些护士以外没有牌 例如那些姐姐或者一些学户 将他们当是马前驻 将责任去射给他们 然后当他们是某些垃圾袋去射器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你有牌的话 你在香港是可以打横来走 真是无所谓的 不过就真是不好意思 讲了这么多黑暗的医疗真相给各位知道 还有今天这条片实在太长了 其实井仔还有很多东西想去分享 例如如何去改善现在的健康风气 诸如此类 但真的时间没什么 所以就讲到这里 以后再有什么医疗新闻 适合和大家分享 我会在其他新闻里做一个补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看下一个撑警人士的访问 或者扫描旁边的二维码 支持一下井仔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